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平台东西匠 本期视频的主题是关于我在双十一已经放入购物车 还有我已经付了预付款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分享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个东西我要分享给大家的呢 也就是我在本次双十一我觉得最最最最值得购入的就是斯福兰的面膜 我看了一下它是20片,也就是4盒 在你付完预付款之后到双十一再付其他的尾款 一共加起来是一共是170块钱 就等于每一片你不到10块钱就买下来了 平常这些面膜应该是十几二十块的我记得 还挺贵的 这个双十一它居然不到10块 一个面膜不到10块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了 我买的它的那个种类呢是艺人 之前我用过艺人,牛油果,还有珍珠的 大家应该在我之前我跟大家去上海那个vlog中看到过 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带了三个晚上 然后三个晚上就分别敷的是Sephora的这三种面膜 艺人,牛油果,珍珠,敷的感受还不错 而且我回家之后又回购了一些牛油果 就补水方面做的特别棒 所以将这个三个推荐给大家 其他的我没有用过不知道 大家如果你用过哪个种类的觉得你还不错 可以在弹幕里就去告诉其他小伙伴们说 我用过什么什么的也还可以 但是什么什么的 或是什么什么的都要推荐大家去买 第二点东西呢是来自智本他们家 智本这家应该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 是一个相当高冷相当性冷淡风的一个国产的一个护肤品的一个牌子 他们家东西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推荐 都说超级超级超级好用 我从来没有用过 这次呢我已经准备买他们家东西 因为他们家的双十一是全场八五折 而且单品就包邮 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家以前从来没有搞过活动 或者就说很少很少搞活动 这次双十一已经算是力度非常大的了 所以我加入购物车了 是他们家的那个卸妆膏 正好我手头上的卸妆的产品要用完了 所以就先换一下 使用一下这个智本 他们家到底好不好 从包装上来看 其实第一开始我看他们家的包装 我觉得是哪里来的三五品牌 因为包装实在是太丑太简陋了 但是后来很多很多人推荐嘛 就是说嗯开始对这个牌子有改观 也许人家就是高冷 就是不愿意设计一些包装 是不是把钱放在研发上面 对吧 所以我先试一下 先不能这么吹上天 先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 在我今后的视频再推荐给大家 或者你有什么推荐的 你用过的智本家 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也可以在弹幕里说 下面要说的呢 第三件也是美妆相关产品 是我刚刚是有刚才提醒过的 就是来自RT美妆蛋 就是Real Techniques 他们家的美妆蛋 平常差不多是四五十块钱一个 然后今年双十一 他们家在淘宝上的那个什么海外旗舰店 卖四十三两个 就算是非常的超值了 我不知道这家店 应该是卖的是真货的吧 对吧 应该应该是真货吧 43块钱两个美妆蛋 你在其他的一些野鸡美妆蛋 也差不多是这种价格 是不是 正好我从来没有用过他们家的美妆蛋 至此我还可以使用一下 就是双十一下的单 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到了 接下来我要推荐大家的 就算推荐一部分人群的第四个产品 就是霸王他们家的防脱洗发水 因为我是一个掉发女孩 就每天疯狂掉发 掉超级超级多的发 就那种完全只要我走在哪里 我的脚下总会出现一堆头发 就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就这种 虽然它从面上看 看起来很多 但是这么扎起来真的是 就这么一小撮 就这么一小撮 超级少 所有摸过头发的人都会叹气 真的 双十一霸王他们家是 就这样 我会贴图在旁边 反正就他说八十九块钱 我看有两罐洗发水 还有什么头发 头皮营养液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发际线 有一点点危险 而且还有就是秃顶 即将秃顶烦恼的女孩的话 不妨也把这个霸王加入一下 购物车 因为我真的使用过 非常非常多的洗顾产品了 就目前为止 我觉得有一点有效的 就是那个韩国的铝 棕铝和白铝好像是 我觉得还不错 还在一段时间内抑制了我的脱发 但现在可能因为头发长了 没时间去剪 也没钱去剪 反正就得改天的说 反正就又开始脱发了 所以这次我 瞄准霸王 希望霸王就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可以把我的头发 弄得稍微浓密一点 第五个 要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呢 是一个虚拟产品 就不是像之前那个 是要发货送货的 这个虚拟产品呢 就是新浪微博的年费会员 大家都知道 年费一般都是100多 可是在双11的时候 新浪微博的年费会员是半价 是五六十块钱 好像手机的 我去年双11的时候买的 然后今年双11再继续买一年 我觉得还挺值的 你想现在好像 微博给会员的权利越来越多了 就是包括你评论里发谱啊 还有什么的 也还挺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爱刷微博 比较常上微博的人 比较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年费会员来 要不然你评价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用什么话说 想用表情包的时候 你发现你没充会员 你连表情包都发不了 多痛苦是不是 然后第六件产品呢 是推荐给女生的 就我知道 我的粉丝里应该没有多少男生吧 女生是需要的 男生就可以直接忽略 直接快进一分钟过点 就是 苏菲的超熟税 它那个什么什么组合的 一个一套卫生巾 是91片 它双11的时候 双11的时候是69块9 等于70块钱 你买了91片姨妈金 其中还包括了几包 420 就像我这种 每次来都 汹涌澎湃 就像 姜水绝滴一般的 就一定要在晚上 电420的旅程 一定要入这个 我都恨不得 每天再来得多的时候 去穿上他们家出的那款 纸尿裤 就是内裤情况 我也确实用过 使用感受还不错 就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出一期视频来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姨妈金的问题 就包括了日夜用的所有的 才70块钱 91片 我觉得它是挺值的 而且苏菲一直是 我比较喜欢的牌子 我之前还看 七度空间他们家 也有折扣 如果你喜欢七度空间的话 你可以去七度空间 他们家的 广告期间店去看一下 但是目前为止 我比较担心的点 我就害怕 它在网上提供的这些 卫生巾会不会是 网上特供款 就是那种 质量比较差 的那种 如果它质量比较差的话 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专门来批试素费的 大家懂得吧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证明我的使用感受还可以 他们在网上卖的 确实便宜 也好用跟线下店是一样的 接下来要说的呢 就是在吃的方面的 我也是我室友推荐过我 他曾经给我们带吃的时候 就带回来了 这个麦片 是叫金胃麦片 图也会放在 这个视频的某个角落 我之前说的所有产品 应该都放在视频的某个角落 这个金胃麦片 哇真的喝过 就让人非常的难忘 这个麦片真的好喝 你们还带那种 是奶粉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你就直接 接着水 把它泡 泡一会儿 然后就可以直接喝了 又方便又好喝 然后他在双十一的时候 是家庭装 50小包的 这种麦片 是卖49块9 就相当于 一包是1块钱的量 你可以买回来早上啊 或者你没时间吃早饭 你可以就赶紧冲一杯 然后让自己先有一点 垫一下肚子 可以先喝一下 什么样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吃的方面呢 就这一个 因为我 一年365天 日年366天 每天都在减肥 所以就 双十一并不打算 买很多东西 很多吃的东西 所以就 希望各位美少女 也可以像我一样 如果你也在因为肥胖问题 而感到困扰 双十一还是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的胃 放过自己身上的肥肉 不 身上的肥肉不要放过 就放过自己的体重 就不要买特别多的吃的了 好不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在这个双十一 要购买的东西的一个集锦 因为 说实话 还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贫穷期 所以就 也没有在双十一 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衣服什么的也没买 因为我衣柜已经满了 再买的话 就没地方放了 我们苏着的衣柜 现在太小了 女生怎么这么扣呀 给女生那么小的衣柜 怎么可以啊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剁手 不需要的东西 就这样不要买 你买回来之后 也占地方是不是 你看着还添堵心烦 还浪费你的钱 钱比较重要是不是 如果你在双十一 买了什么东西 想推荐给大家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里 疯狂弹幕 疯狂弹幕 来刷过去 你在哪家那家店上 然后看了什么什么东西 觉得非常好 然后多少多少钱 来推荐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买 或者直接在这个评论里面 去告诉大家 你在双十一